云梦山下的在世明小姐 云梦山上,明家老太爷修行十五载,意图修得长生不老之术 然而,当他从修行中回神时,发现自己竟然修出了一个女儿 这个消息震惊了明家三位老爷,眼前这个小女孩竟然是自己的小妹 明家三位老爷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应对,只能先将这位新诞生的小妹带回家中 明家大小姐一睁眼,发现自己回到了前世的关键时刻,扶林回乡的路上 这一世,她不再是任人摆布的弱女子,前世那个让她倒霉了整整二十年的未婚夫,再次出现在她面前 然而,这一次,她决心不再重蹈覆辙 退婚 明大小姐果断地做出决定 她要把握自己的命运,拒绝那段注定痛苦的婚约,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明老太爷在云梦山上修行多年,日夜苦修,期望能突破凡人的束缚,达到先进 然而,当她终于突破境界时,身边净凭空出现了一个小婴孩,是个女孩儿 明老太爷惊讶不已,这女孩是她的血脉,无疑是她修行过程中的意外产物 明老太爷有些无奈,但也无法丢下这个无辜的孩子,只能把她送回明家,让三位兄长照顾 明家三位老爷接过这个来自天降的妹妹,虽然心中满是疑惑,但还是决定将她抚养成人 毕竟,这是老太爷的骨血,明家的血脉 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位明小姐并非一般的孩子,而是带着前世记忆重生而来 明大小姐在云梦山下睁开眼时,脑海中浮现出前世的种种 那是一段充满屈辱和痛苦的记忆 她被迫与一个毫无感情的未婚夫订婚,并在婚后的二十年中不断遭受冷遇与打击 最终,她孤独地死在了家族的祖宅中,毫无尊严 然而,当她再次醒来,却发现自己正处在前世那个至关重要的时刻 她的父亲刚刚去世,她正扶林回乡 而那个让她痛苦了二十年的未婚夫,竟然又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明小姐,请您节哀 那个男人依旧冷漠如冰,毫无半点关怀之意 然而这一次,明大小姐不再是那个任人摆布的小女孩 她知道,如果不立刻做出改变,未来的她将会再度坠入深渊 她定了定神,冷静地看着眼前的男人,心中早已下定决心 退婚 明小姐毫不犹豫地说出这两个字 男人显然没有料到她会这么说,愣住了 她从未想过这个一直逆来顺受的未婚妻会有如此决绝的一面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男人的语气中透着威胁 我知道,也很清楚 明小姐抬头挺胸,语气坚定,这门轻事,从今天开始,作废 这一生退婚,让在场的人们无不惊讶 明家小姐竟然敢如此公然退婚,这可是大事 然而,明小姐的决心不容置疑 她要彻底摆脱这个让她痛苦一生的男人,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 前世的她被动忍让,换来的只是无尽的屈辱,这一世,她决心不再重蹈覆彻 退婚后,明小姐回到家中,面对着家族的压力和社会的舆论 她知道这条路不好走,但她不再畏惧 她有前世的经验和智慧,更重要的是,她有了重新开始的机会 回到家中,明小姐开始认真学习家族的各种记忆,并且积极参与家族事务 她展现出远超年龄的智慧和决断力,让三位兄长对她刮目相看 明家渐渐成为了当的最有势力的家族之一,而明小姐也逐渐从一个弱女子蜕变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女性 然而,她心中始终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最终的自由 她不再依赖任何人,不再将自己的命运交付给他人手中 她要成为自己命运的掌舵者,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光明大道 结语 云梦山下,明大小姐的故事传为佳话 她以一己之力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为家族带来了无尽的荣光 那些曾经轻视她的人,如今只能仰望她的背影 明大小姐用行动告诉世人,无论命运如何捉弄 只要心中坚定,总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